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第一次在全球范围的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论点 哦 能说一下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这个有点像鸦片战争 哦 真的啊 你可以把TikTok理解成一种 这个时代的鸦片 其实它确实是这个时代 我们古典的物理的鸦片是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健康的损害 只不过这次的大清国 对对对 这次的雅力战争是对你的精神或者你的大脑造成一定的审查 然后这个东西确实你从自然而然的状态下 它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这个你可以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到 确实非常受大家欢迎 咱别说是人啊 我看过一个视频 一个猴子在那扒了 就是他很快的就掌握了 你不喜欢你往上刷一下 马上你换一个 这个喜不喜欢 猴子一直在那刷就已经低优到这种程度 然后这个东西我是体验过它的威力的 不光是抖音 你也当问那只猴子 我当问那只猴子 就是一直刷呀 因为你喜不喜欢不重要 不喜欢你换一个拨拉一下的事 马上就有你喜欢的 还不喜欢继续拔拉呀 很有可能一下子就拔拉几个小时 这个不光是我 我的一些朋友也会有这样提 晚上本来说10点睡的 拔拉到12点可能还没睡 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听众也有 至于说以前我们有一期节目讨论抖音 然后有一个说他可以在垃圾里拔拉出好吃的 这个我相信是非常少的 大多数你拔拉来拔拉去就是垃圾 而且最对你 但是现在的问题来了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鸦片呢 在美国也很受欢迎 然后呢 好美国现在要开始 美国出了个鲤银 对就是这些很有意思 就是他觉得 当然了他们的更多的一个考量啊 是说你像我们以前近年考量是 这个经济上的白云 白云又外流 他们的考量是他们的政权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就是说因为你这个算法不公开不透明 然后呢就是可能会影响到他们 比如说尤其是美国大选这种东西 你像特朗普是很讨厌Facebook 因为他觉得当年就是有一个什么建桥分析 不是说了 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来影响 那你现在这个抖音的 或者TikTok的成语性比那个还要高 对通过他影响你美国大选 从我个人的角度上 我觉得也并非不可能 这个可能性不小 其实现在最关键的一个事就是 这两天比如说众议院在那投票 然后呢抖音出了一个招 就是说号召他的用户们给你当地的议员 打电话 告诉他们反对 别投赞成 对吧 我们喜欢那个东西 我们全美国1.7就是在用这个 我们青少年很喜欢那个东西 而且很多人的身家就在上面 就是他要靠这个政策 对 就跟我们国内的抖音网红是一样的 KVL嘛 对吧 好了 本来很多议员是摇摆不定的 觉得这个就是小孩嘛 你像你年纪足够大的话 你肯定也对这个 不就是以前是stamp chat 什么instagram 小孩又要玩这个东西 这不就过几年 就让他玩就行了 是吧 本来是这样 好 现在每个电话都会打爆了 很多这个处在中立位置的这个议员 好 你果然可以 这个就不是自证嘛 对吧 本来就怀疑你有可能会影响这个 而且现在投赞还在继续 他在要求给参议员 因为众议员同样是参议员在 要给参议员去打电话 那我觉得这个结果不可能 应该是不可能翻盘的 因为参议员人家也会觉得 但是抖音为什么要这样困兽犹斗呢 因为在前几年本来特朗普就提过一准说 要抖音要TikTok去出售 不能让他作为一家中国公司的子公司 在美国运营 结果当时后来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那当时中国临时出了一个 及时出了一个法律 就是禁止将中国的 就是包括这种算法在那的知识产权 出售给国外 或者说这个要商务部批准 那你可想而知 这个不要想 就是这个肯定不可能提到 我好不容易种出了一个这么 全球受欢迎的这么一个产品来 然后你现在说要买走 而且你想啊 其实就是成功啊 不算买走啊 他这个买走呢 你要想 首先呢能够买的这个企业啊 是非常少的 你比如说前几家 谷歌可以买对吧 但是谷歌的旗下的这个产品 YouTube跟他是一种同类的产品 YouTube那个Shorts是跟他差不多的 他也是一个视频平台 然后呢 什么微软啊 或者是这个Mita这几个家 是有这个财力可以买的 但这几家都有相似的 类似的产品 导致什么呢 导致你从反垄断的角度来说 你这几家也不能买 是 那你抛开这几家的话 以现在这个TikTok的 它这个体量的话 其实根本就没有财团 或者没有公司能够把它吃下来 大家根本买不起是吧 根本买不起 包括什么 你像他这个TikTok为了委屈求全啊 他已经跟美国说 所有的这个数据 我放在甲骨文 就是Org 他的服务器上 这个你们随时查看啊 这个和还就像 这个就像外国的公司 要把数据放在云上贵州 其实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啊 是这样的 你我们的数据要 我们自己持有 我们现在出台了这个法律 问你 谷歌你愿不愿意 你不愿意 那没办法呢 我们就 拜拜了 拜拜了 愿意的 比如说苹果 苹果的就是放在云上贵州的嘛 那就可以啊 你继续在这 因为我们的数据 要我们自己管理 那像同理的 我现在把数据放在你美国的土地上 没有一丝在我这 你反倒不愿意 还是不行 一定要你切割 跟这个字节跳动 就Bet Dance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以他目前这个提量 他还不光是美国啊 因为你卖掉美国 你还有其他 比如说YouTube欧洲 或者说东南亚 都会跟着学的 都是这个TikTok 你要卖 肯定是打包卖啊 你不然说你光把美国市场卖掉 其他的不卖 你独立运营 好像也不行 那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买 这是两方面啊 一方面 从经济上来说 没有人能买得起 另一方面 中国也不允许你卖 这个你是 你目前 你再怎么说 你是这个字节跳动的公司 字节跳动 你现在要 把这么大一个东西 卖到国外 这个审批应该是过不了的 就是主要它的价格太高了 据估算应该 至少报价超过1000亿美元 1000亿美元能掏这个钱的很少 很少 英伟达可以掏 但是英伟达我也不买 英伟达 老黄不敢买 不是 你买了 关键是我们不让卖 这个是问题很大 关键是你现在 你这个抢买的逻辑 其实很站不住脚 就是 对 因为中国商务部早就在14号 就发言人说了 说这个 如果是出售或者是剥离 TikTok涉及的技术出口问题 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 对 那中国可能就不批准 你哪怕有人想买 他也不批准 当年特朗普提完这一嘴以后 马上就针对你提的这个东西 我就出了这个法案 就是针对TikTok的 就是 没有你这档子事 就不会有这个法案 这个法案就是阻止 TikTok被出售的 你想想看 它不可能 有任何可能 就是中国政府允许你去卖的 所以他才会 就是抖音才会采取 目前这种状况 就是煽动 他的这个用户们 去给议员们打电话 那你越打 其实这个状况是越糟糕的 你只能把那些 摇摆不定的议员 推向反边 推向这个 确信你确实是可以影响我们的 说是3月12号开始 周寿姿也就TikTok 咱们雇佣的那个新加坡的CEO 就跑到华盛顿去游说去了 主要是游说参议员 因为现在在参议院呢 有两派意见 一个是就是 对我们有利的是以保罗为代表的 叫资深参议员保罗 他是处于维护这个美国宪法 第一修正案的这个动机 他说这个应该保护TikTok 不应该把他强行给这个收购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对TikTok很不利的 有一个家伙叫马克卢比奥 这家伙随时会跳出来的一个人啊 是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 他就是 他还甚至向他的选民承诺 他会让这个法案的参议员通过 他这个是这样的 现在有一个变数就是 现在拜登肯定连人是没戏了 特朗普是反对出售的 就是特朗普反对他们现在在做的 虽然特朗普是 特朗普说 其实因为这个TikTok 现在他的广告占了很大的一个 他每年的收入是多少亿啊 我忘了啊 每年收入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蚕食了 本来属于这个Mita跟谷歌的 他们的广告市场 如果你把他封禁的话 或者说 所以这个TikTok 这个被封禁背后的幕后黑手 这个商业层面有哪些公司 这个小扎肯定是一本 小扎跟谷歌呀 他这两家的这个网络广告 其实很大的一部分被他蚕食 从国内的角度也一样啊 我那以前你大家投这个百度的 那个搜索的那个 或者说投这个 投这个这个微博的那种广告 这种广告 页面广告已经不多了 现在慢慢的都转向这个抖音了 抖音这个广告 从国外的市场来说是一样的 他们你想 谷歌就是一家 在新广告公司 Mita所以说是一家社交公司 其实也是靠广告呀 其实我们所有做跨境电商的朋友 我们听说如果有的话 都知道呀 以前就是投这些 就是你做一个 买关键词是吧 买关键词 然后投在Facebook里面 然后看他这个转化率什么的 现在慢慢的 尤其是TikTok 也在发力这个TikTok show 就是电商 我们国内已经用了抖音电商嘛 就是现在很多人的购买习惯已经变了 很多人买日常的东西 被罗友号他们带的 被抖音会他们带的 就是在视频直播间下的 这么多指挥啊 对吧 人家给你讲这个东西 讲来讲去的 你还可以现场提问 对吧 一样点 对国外的来说 一是广告是转到那边的 甚至电商 包括这个亚马逊 他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你想一个抖音 不是一个这个TikTok 对于这个美国前几家啊 就是我们以前经常 他妈妈对吧 亚马逊 Mita 谷歌 对他都没有影响 甚至因为他这个视频名单太强大了 甚至他会对一些媒体公司也有影响 对Netflix也有影响 Netflix Netflix 可能这个影响没那么大 但是不知道他版权控制 每个Netflix强视频吧 他这个强视频跟短视频 可能相对来说 影响没有那么大 但是看短视频的人多了 就没人看强视频 对 但是所以说 Netflix可能也会考虑参与竞购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标底 其实就算那几家想买 他都面临着反弩断法的一个挑战 就是谷歌买 你谷歌你是广告界的一个 广告界一个 你在吞并这么大的一个广告流量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其实从反垄断的角度来说 美国再怎么着 他有这个反垄断 以前还拆呢 对吧 还要 一些态度还要 微软的就是这样被反过吗 对 要反垄断吧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能买得起 还有一个办法是 让抖音独立的在海外上市 你看他这个法案很坏 他是规定180天内剥离 那180天 3月份的180天 那么就是9月份 美国大选是11月份 他就赶在大选之前 让你剥离掉 然后那 让拜登签字的字吗 对 你川普当选都没用来 川普回头可以再推翻吗 再重新立法吗 那很难了 美国的法律是这样 就是 他一旦成为法律 估计这个行政层面 你能做的就很少 他已经签字了 这 没有拜登还没签字 现在参议院过了 才能拜登 对我知道 拜登这小子前几天还 还在抖音上开账号呢 你说现在就 刚在TikTok上开账号 现在又转脸就变脸了 难道真可的脸 就是这样说变就变了 拜登是一个 美国总统其实只是一个代言人 他其实 你最终还是下面医院 他们 就是你的党 那我们就也说了很多这个 TikTok的好话 我们其实讲一讲 这个确实短视频 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好不好 我觉得短视频的产生 大大的改变了人脑的 尤其是青少年 他的认知的结构 对 就是在功能上做了改变 我觉得 所以啊 我把它比喻成鸦片 我觉得这个 肯定是很合理的 然后呢 现在美国要搞一个 这个基因 然后鸦片 我们再发起一个鸦片战争 只不过说这次确实反过来了 这是居然这个 这个其实他们很难接受啊 以前都是我们向你输出鸦片 现在你向我们输出这个东西 就是咱们的船不尖 泡不力嘛 没办 签订 旧金山调研 签订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确实是 我觉得它是对人的损伤是挺难 如果美国政府有一些有识之士 其实这又 你又体现出这些资本家的坏了 他 他太觉得这东西是好的 只不过说这个赚钱 应该他们能赚 而不是由你来赚 所以他想买 他并不是说为了保护青少年 你保护青少年 你把尽量 就是你搞一个硝烟运动 对吧 像我们当年 你下定决心 就是不好就是不好嘛 但是他又 他又做不了这个决心 下不了这个决心 他要 把他抢买过来 那这个其实 真的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劝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听众 因为我觉得那东西 我请教一个问题 你这个国内你能上这个套 不能 这个 这个它的切额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它是好像是认SIM卡 认电话卡 对 认电话卡 你跟这个就根本不是一个翻墙 一个VPN能搞定了 这个特别复杂 我记得 有一个办法是可以搞过去的 当然我已经忘了 买个美国电话卡 买美国电话卡应该是 买美国电话卡 我买美国电话卡 我现在才通过 你的系统 还得换成那个英文的 然后呢 还得用美国的VPN 就是一系列的这个东西都要做到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确实有存在一个审核的问题 因为 中国跟国外的这个审核的尺度 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推特 我们就不用这样 那个也是内容 所以推特给国内造成这么大的麻烦 TikTok 因为推特 它是不care你国内领导的想法 TikTok 你作为中国的公司 你看 我们的TikTok站 又给这个美国参议员一口实了吧 你看 你的物理相对大了 隔绝了 他完全隔绝了 其实TikTok说了 我隔绝的最彻底 然后我的所有数据 放在你这个甲骨文这里 我的所有很多东西也可以过去检查 唯一的就是我的算法没有公开 但是这个是我最核心 这个除我说了不能公开 不能出口 出口都不能出口 我还公开 这不可能的 其实他这个算法 我觉得没那么的神奇 他这个算法 我听说的这个抖音 就是让一些低价的劳动力在那打标签 用人打 用人打 就是用人打 那所以他才准啊 因为你目前这个人工智能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可以这么准确的地方 因为我前大概大半年以前跟一个抖音工作过的人吃过一顿饭喝过茶 然后我了解了一下抖音北京公司的运作 就是他们抖音有很多文化 一个文化就说 他们估计这在美国也估计类似啊 就是这种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就有点八卦了 就是他们抖音很重视自己的食堂 就是建了自己的食堂 但是没想到食堂建好之后也是吃玉制菜 因为不能动明火 对 就是这个对他们管道煤气就不能建进去 只能电屋热一热 那么就又是又是这个玉制菜 反正我们这几年啊 抖音确实它是一个这个现金的牛啊 就是摇钱术啊 嗯 它的这个确实是日进抖音 你想不光是那些大大的大广告 你小的你做一个很小的用户 你都可以买流量 你让这个多增加一些曝光都可以 一个散户 一个小散户你都可能被它收割 就是你要付买它的这些流量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但是金字头条或者说抖音这种字节系的东西 我总觉得它不是不是那么的道德 你像金字头条当前做的那些东西就是很侵犯版权嘛 当时国家版权局想做一个铁案出来 就是就是金字头条 金字头条偷人家东西啊 老是用用这些传统媒体的东西又不给钱 嗯 这种事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对吧 你你上面全是我的文字 后来为什么没 后来就不知道他上面有什么高人啊 居然就没有没有那个 嗯 这个我是听王一曼的朋友说的 这肯定是非常非常确实的消息了 那抖音上头有人 抖音呢 他对 是搞不清楚啊 但是从你从这文化输出啊 或者从压编输出的角度来说 确实是一个好事 就是让他们沉迷啊 什么你 这个这个东西啊 在关键时刻 他真的可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就是很简单的 我你打开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的世界观 或者他对世界的认识 就是抖音给他塑造了 不光年轻人 现在老年人更是这样 老年人他阅读不行 但是看这种短视频可溜了 可溜了 对一下就全会是什么降生 这个养生什么这些美科学 婆婆媳妇啊 对对对 加上里短的这些东西 哎呀 而且 我我就看到这个 哎呀 我爸妈转给我的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这都是巴掌子靠不着的那种 对对对 比较哪了的野知识 就有人开始在那讲 这么八点的笑 什么孝顺是最好的风水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给你转业这种东西 哎呀真的是 很多人他的 所以说你要真关键是个 还有一个当这个 你看美国反对他是什么的 确实TikTok上会审核一些 尤其是八九年 起码就是美国那边是有证据的 就是有人发了这个 然后呢被他审核了 这个是因为 哪怕是这个隔离非常那个 嗯 彻底他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我们可能还是不希望这些内容出现 所以这个也是受了美国议员们口实 嗯 所以你这个 还还适合你你 就是删除对中共不利的内容 这个也是他们说 我应该把它夺过来 让我们来运营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嘛 嗯 等于说他还是有口识落在别人手里了 那肯定是有的 因为这个美国抖音啊 真的是也看不着 真的是很 很让人着急啊 我也不知道他的内容是啥 就是 但是 他确实养了一大批一大批的网红是吧 就是这个抖音 也一样的 跟我那种类似的 嗯 当然了他们美国那边可能 有一些更愚蠢的东西 因为有的东西我们不允许出现啊 对 你想我们这个 嗯 当然他也不允许出现色情 但是因为美国对于色情的这个定义啊 各种各方面 很多东西我估计 放我们那估计就算色情了 人家不用插边给你搞柔软色情 他们搞的东西更加这个离谱 比如说最近流行一种叫探幕 就是半夜到墓地 然后网红来拍 到 对 搞各种这种这种事 嗯 一样的 其实你要收买这些人的最好就是给他们经济效益 嗯 就网红嘛 所以肯定是美国有很多网红 是不希望失去这样一个平台的 就跟我们很多抖音网红 你像 罗伦浩 交朋友 他失去了抖音 他还干嘛 没得干的 对 因为你自己建平台是不现实的 自己做个APP 没人用啊 是吧 你还得要借助这大的APP 那个东方申选 吕美红想自己做一个 但是你做一个平台是一个电商的平台 也不是一个视频的平台 对 抖音这个流量 你还是看中的很眼红的 对吧 嗯 那你预测这件事情 朝哪发展 我预测这个东西可能会被封禁 会被封禁呢 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奇景啊 嗯 因为你美国不可能进到VPN吧 嗯 那可能美国人需要用 就是我比如说我这个平台呢 我们把它放到 呃 放到一个 我也不放在中国 我放在一个什么 嗯 呃 维京群岛啊 嗯 嗯 开门群岛啊 什么 嗯 我成为一个独立于美国以外的平台 那美国是访问不了 嗯 但是你可能要用VPN来访问 哈哈哈哈 因为他的心理太大了 就是你现在确实要给他们去 你美国人的智商会用VPN吗 会有 美国 当然了 美国现在也很多人在用VPN 为什么 要看中国的内容 他看不了 一个是中国 美国就是美国是这样的 美国的这个版权保护是非常 哦 对 对 你下一个片 你敢用自己的IP 直接下一个片 你看着等着FBI可能就把你端了 这个这个 金刚狼就出现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洛杉矶哪 FBI过去就就把他硬盘拿走了 对 还有那个我们最喜欢的ZLibrary 也是被这么个端了 就端你啊 嗯 所以这些人 就是我在选购这个VPN的时候 我会看 嗯 像咱们现在用这个 我也是经过千挑万人 哈哈 因为很多 这个供给这个美国人的 嗯 VPN 他都会说我是这个 no log 我 我不 我不log任何信息 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log 我是把它要清掉的 嗯 然后呢 P2P友好 就说你这个可以下载 所以说你 包括咱们这个服务器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服务器上 有可以P2P的 嗯 他会给你标注出来 这个就是针对美国人的一些 就是说 你可以用我这个VPN进行一些P2P的下载 而不用担心最后追踪大门 嗯 我们这个 这个用的VPN啊 它是有三天的log 它补充三天 啊 为什么我选它呢 因为这个是我责中的 首先我们不是那种极其凶恶的 要做坏 在网上一天到晚做坏事的 那种人 我们从不做坏事了 对 我们不是那种人 有的他为什么对这个数据隐私 或者说这个 no log 这个 这个 不然为什么在意 因为他做的是非常坏的事 嗯 他才 要选一个 那种VPN 就是你跟那些人是混在一起的 而且那个VPN往往会比较慢 又用P2P什么的 反倒是 你有的这个VPN 他说我保存一天三天 或者七天的这个log 嗯 反正能够把那些很坏人的那些家伙隔离出去 我也不想跟他用一个服务器 而且使得这个服务器稍 相对来说能够比他们稍微快一些 嗯 这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美国人不是不用 人家本来也用这个东西 只不过说 以后用VPN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嗯 就是可以看TikTok 嗯 对吧 你连TikTok之前你先连用VPN 我觉得我们 以前以为就是只有中国人会为了某个海外的产品 嗯 用VPN 但是可能我们会看到 就我的预测啊 就是美国人也会为了TikTok这样的产品 也要打 我看到一种说法 就是说周寿茨有可能利用美国法律再继续上诉啊 这个 你又拖嘛 你拖到川普上来就可以了 对可以拖呀 川普不签呀 咱们以这个TikTok的这个 他的程序正眼 现在就开始要 咱们要讲的程序正义了 你利用这个程序正义 你去上诉什么 而且以TikTok的这个经济实力 可以雇全美最好的律师 律师团好吧 对 对 美国罗翔给他雇过去 对吧 美国罗翔是不行的 美国那个 就是 美国李贝里这种 就是黑的说成白的那些 那一些律师天团 这是可以的 嗯 所以你预测这个会不会有转机啊 有没有铝湾化 有可能就是看川普嘛 川普反倒这个时候是 是居然这个 是我们这个 以前叫他川建国嘛 现在又又过来帮我们 帮这个TikTok 这个因为川普倒不是因为 他多喜欢那个 而是他多讨厌那个Mita 嗯 因为你把他 进了以后 这个广告 等于说给 给那两位 谷歌跟这个Alphabet 跟这个Mita送了一个大蛋糕 你俩切嘛 对吧 因为这个广告市场又回来了 那这个其实是川普所不愿意看到的 他非常恨这个Mita 因为那个 明显那俩是俩白左 那个对整个美国的这个制衡也不好 你其实没有制衡的力量 反正Mita就是当年封号这个事 川普一直是怀恨在心的 这个事过不去了 嗯 所以 TikTok 我觉得 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 应该不会被禁嘛 他 可能会有个折衷的方案 川普上台就不会被禁 川普不上台 我觉得 我们就不用去 否则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个丑闻啊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就被你给弄死了 人家 什么丑闻啊 人家有法可疑啊 人家立法了呀 美国不都是这么干事的吗 我先立法 这个 我觉得不太好吧 不太好 不太好的是多了 人家干的 这个有点流氓啊 有点流氓 那你抢买不是流氓吗 也是流氓呀 本来以为只有某些 但是从 如果我是一个美国民族主义者的角度出发的话 这个就是一场鸦片战略 进阶运动吧 我觉得他禁他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就是如果你为了这个民族的长久而 去发展的话 你禁得这个事没有任何坏处 因为你所有能从抖音上得到这种感温刺激 其实理论上也能从别的都要得到 只不过说他这个刺激 对你的大脑的刺激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那个未必是坏事 就像鸦片对你大脑刺激很强烈 那个是好事吗 那不是好事 他还有一种说法 他还有一种说法 说周寿兹现在是一个黄种人 又长得跟中国人很像 虽然是新加坡的 但都知道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 所以其实是不占便宜的 假如说当时请的CEO是个老黑 并且还是个跨性别者 还是个gay的话 那估计就不敢动他 那你一动我到这个 到这个国会一撒破打鼓 对就是说 我就说你种族歧视我 对你迫害我这个性少数 是不是就可以起到一定的延缓 和同情分的作用 这个也难 这个关头的话 这断了 已经很难了是吧 反正这个 周寿兹你想那次那个 在这个听证的 那多幼稚 让那个哥们问的问题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周寿说反复说 我是新加坡人 那你又没有想过 我是新加坡人 我服过兵役 当然了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可能确实不清 他觉得长得也差不多 那你是不是这个 可能他明知顾问嘛 他这个程序要走 就是都要做一样的给你们看 他是给那些更傻的选民看 更这个 对对对 他说争取的那些红脖子 对对 当然了美国外国人加入 中共也 也有 但是 除非你是特别 李敦白 李敦白 对吧 李敦白挺好 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加入 就中国 什么话 有啊 你记得那个 我记得这个 跟李敦白一起工作的 有个叫伊斯雷尔埃布斯坦 对你说那个 犹太人老太太是吧 不是 伊斯雷尔埃布斯坦是一个 无国级的 好像是波兰也是犹太人 还有几个 韩丁 韩春他们不知道加入了 加入没有 应该也加入了 有几个这种外国人 但是这种都是 你想都是什么级别的才能加 都是 举世文明的什么核物理专家 什么的 或者像做过极大贡献的 就才能 才能加 李敦白是因为早期 什么 他是王正跟李贤健介绍的 还是 早期给中共透露过很重要的情报 把你当成了任的 才会给你一个这样的 周树枝没有资格吧 周树枝如果能够在 在这个鸦片战争中 去做作用的话 也可能 也可以 但是应该现在不会给他 这么年轻的应该不到 那我们希望 这个TikTok的事情能顺利解决 等着以后 美国人就是 翻墙看了 否则就 写入历史了 没事 你想这个 就算毕竟那些网红们 肯定会用他的影响力 在TikTok上告诉大家 从哪天开始 你们用这个VPN开始 又进一步振兴 这个VPN这个生意 完全可能 那会不会出个新的T代品呢 T代品 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 咱们做的都没它好呀 就跟国内快手 跟视频号做不过它一样 你像美国那个Shorts 还有那个Rails YouTube也一直出Shorts YouTube是Shorts 那个Mita出的那个叫Rails 这两个都是类似抖音的 就是学它的 做的也 做的还不行 当然了也有可能 所以你把它砍掉 就是方便了这两家 这两家一个是广告 另外一个它两个都有一个竞品 你在这儿 对吧 好 如果你是在美国的听众 也欢迎你下面留下你的意见 对对对 看你有没有给你的议员打电话 阻止它 你所在地区的这个议员 到底是投了哪个票 对 反护你的影响力嘛 因为 Your voice matters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